我手中这台机器是奥克AOKZOE最新的A2 7840有掌机 其实这台机器到我手里已经有很多天了 我一直没有出视频 一是因为它又是一台7840有掌机 大家知道我测7840有掌机测的已经非常非常的 怎么说呢 完全没有了测试欲望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它真的很平庸 但这个平庸要加一个双引号 我并不是贬义 只是说这台机器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创新点 也没有大的缺点 总结就是非常均衡的一款产品 本期视频主要为两个部分 一是带大家仔细体验一下这款机械 第二个是测试一下AMD最新的AFMF技术 在这块非原生横平上能不能正常启动 运行的效果又如何呢 我们马上开始 我拿到的是黑色款 全黑的机身正面覆盖了一层玻璃盖板 这是一整块玻璃 大家看到了分层是厂家出厂的贴膜 这个贴膜真的很影响观感 如果没有这层贴膜开机之后 大家看到的是无边框的效果 但是有了这个贴膜之后 仿佛厂家又手动给这个机器加回了黑边 厂家出一款全覆盖的贴膜 这次的无边框设计 玻璃盖板与RNUO家的RNUO2有所不同 RNUO2表面是一层完整的玻璃 边缘处有一种溢出的感觉 而2K12的边角还是由塑料和玻璃相结合的 是被包住的感觉 整个玻璃盖板表面非常光滑 手感很细腻 但是滑到屏幕贴膜的时候会有强烈的割裂感 A12的整体尺寸要小于ROG阿莱 无论是长宽都要小上一点点 整体重量来到了660多克 作为一台7英寸掌机还是略重了一点点 看来这个玻璃盖板是有一定代价的 不过它的电池也是要比A12架来多上8瓦时的 达到了48.5瓦时 好在它背部的握把比较丰满 是类似于飞行架F1的那种宽大又厚实的握把 脑袋手里可以充满整个手心 手上和心里都很舒适 机身正面边缘处有圆弧处理 放在手心处也不会割手 在双手正常持握时 食指对于肩腱与扳肌腱的控制也非常自然 ABXY十字剑与摇杆也呈轻微斜向分布 大拇指在它们之间来会运动也比较舒适 按键调校方面同样是调不出任何问题 渐渐使用的手感非常棒 声音柔和触发力度有很轻的微动按键 按压下去会带了一丝高级感 扳机采用了霍尔线性扳机 剑程大家可以目测一下 扳机线线值变化均匀 且手段末段均不存在虚位 整体调校非常不错 按压手感调校的也非常合适 并且用力按到底部 撞机声音非常温和 体验非常不错 摇杆也采用了霍尔方案 旋转和按压手感都还不错 摇杆四周有可调节的RGB光圈 可以在前段软件中修改灯效 只是调校方面 十字方向的死区还是有点明显 可能会对FPS游戏有一定影响 ABXY十字键都采用了 手感非常棒的导定硅胶按键 按压力度适中 回弹比较饱满 十字键可以正常搓招 用力按下某一方向 也不会有穿件现象 整体按键的手感都比较不错 除游戏按键之外 SELECT和STAR键 以及左下方的HOME键 和右下方的键盘键 以及TURB按键 都采用了锅仔PAN按键 键盘按键 短按键可以呼出键盘 长按键可以把手柄切换成键鼠模式 而TURB按键则负责呼出快车菜单 以及游戏库 机身顶部依次是电源键 音量键 电源指示灯 3.5mm耳机孔 USB4接口 USBA接口 以及一个TF卡插槽 实色TF卡 读些闪低TP黑卡速率如下 值得一提的是 TF卡插槽 并没有分布在散热除风孔上方 而是放在了旁边 不存在烤TF卡的风险 机身底部拥有一个麦克风开孔 以及另一个USB4接口 实色USB4接口可以外接线卡扩展坞 连接一号本的YXGPU 可以做到GX机用 无需安装驱动 这两个圆圆的孔位 可能是要适配自家的扩展坞 整体接口配置值得好评的是 它除了给了我们两个USB4接口 还给了我们一个USB-A接口 这对比只有一个 不是USB4的C口的IOJR来 要好得多 当然遗憾就是没有指纹电源解锁 个人认为这个对掌机来说 还是蛮重要的 仰仁器位只位于机身底部两侧 实际制表现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机身背部比较光滑 仅有一个立方体设计感的散热镜风口 以及LK周围的品牌logo 本次屏幕最大的亮点就是这个无边框设计 当然是在撕了膜之后的无边框设计 但就是这个膜厂家已经给我贴上了 我实在是舍不得撕下去 这是一块7英寸120NP分辨率 60Hz刷新率的IPS屏 是原生竖屏 屏幕色态表现非常不错 色域覆盖与色域容金情况 大家可以暂停查看一下 但是这个亮度屏幕中有点 只有300L出头 不过在室内是完全够用的 为校色前屏幕偏蓝比较严重 校色后光感增加 需要校色文件的小伙伴可以私信我 屏幕实际观感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校色前后的对比 在4000分离快门下可以看到全量的无频闪 对眼睛比较友好 配置方面 除了7846U 内存来自美光 频率平在7500MHz 硬盘使用了PCIe 4.0固态硬盘 实际读写速率如下 网卡使用了来自英特尔的AX120 支持WiFi 6E 电池容量为48.5Wh 实测C口最大供电功率可达60W左右 具体续航表现后面测试 整机的散热表现着实令我印象深刻 实测在125.4摄氏度下 设置CPU功耗为30W进行双烤测试 烤机时间为15分钟 CPU功耗竟然不会超过70摄氏度 并且此时的氛热噪音 仅有43分贝左右 控制的相当不错 令我印象更加深刻的是 正面两侧温度控制的相当不错 基本手能碰到的地方都在30多度 正面最热的位置集中在屏幕中心区域 会来到50摄氏度左右 背部或把区域温度控制的也相当不错 如果你手指伸得比较远 会感受到一点点热量 在40摄氏度左右 总之以30W TTP有玩 是不会有任何散热焦虑的 现在的烤机时间是25分钟 它的CPU功耗仍然没有超过70摄氏度 考虑到它43分贝的噪音 以及控制的非常不错的机身温度 它的散热表现真的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妥妥的第一梯队 游戏表现方面 大家可以随便翻看一下 我任意一期78406机器的视频 我们今天就简单来看一下 每个功耗下的续航表现 在游戏死亡细胞时 我们可以用5W TTP 游戏机可以在1200P原生画质下 稳定在60帧运行 此时的整机续航时间 可以接近4个半小时 在博德之门3中 设置1200P分辨率中画质预设 开启FSR2.2平衡档 设置15W TTP功耗 画面会在30帧左右波动 此时的续航可以达到 1小时50分钟左右 如果设置20W TTP 帧数会稳定在30帧以上 有些场景可以达到40帧 此时的续航可以达到 一个半小时左右 如果设置28W TTP 我们可以开启高画质预设 此时的帧数可以维持在 30到40帧 不过续航仅有一个小时左右 下面我们重点来测试一下 AFMF技术能不能正常开启 我们先在AMD控制中心中 开启此功能 打开AMD系统监控 最好能连个键鼠进行操作 实测在1200P极高画质预设下 开启FSR2.2平衡档 开启20W TTP 帧数大概在31帧左右 此时我用的是全屏显示 这里可以看到AFMF没有生效 我又设了下无边框模式 帧数竟然直接来到了50多帧 AFMF成功触发 但是我们看不见活动状态 为了验证是否生效 我点击AFMF将其关闭 此时帧数会回到原来的状态 再次点击开启时 帧数又会涨上去 由此可见一定是成功触发了 在窗口模式下 AFMF也可以成功触发 这个AFMF怎么说呢 帧数的确是上去了 但是总感觉画面连贯的怪怪的 不太好描述具体是什么感觉 总之我是不习惯开启它的 我宁可关闭AFMF 虽然帧数低一些 只要帧数稳定体验就还不错 在耳灯法昏中同样20瓦TDP 设置120P最高画质预设 帧数在20多帧 此时全面状态下 就可以成功开启AFMF功能 开启后帧数会来到40多帧 但是体验嘛怎么说呢 如果一直40多帧就还好 但是它有的时候感觉会慢慢拍 比如我转向一个比较复杂的场景 它的帧数还是会跌到20多帧 它得算一会儿才能补到40帧 就是还需要继续优化吧 总之OK作为A2它并没有什么亮点 但它却非常均衡 非常稳妥 它有着丰富的接口 有着素质不错的屏幕 以及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散热表现 另外它还有着玻璃盖板 屏幕无边框的设计 当然这些设计可能是造成 它比其他7英寸掌机 多出几十个重量的原因 我个人是可以接受的 它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 选它准不会出错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纸板并掌机 可以认真考虑一下这台机器 好了以上影片是影片 视频的全面利用 喜欢的朋友记得支持一下 记得关注我 我是方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